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和我走一趟 真的是好狂啊 你小子到底是谁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和我去一趟吧 去见一见史皇 要不然我亲自出手的话 你生死难料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你就死在这里吧 给我下去 你这个姿势我不喜欢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下去的人是你 这怎么可能 一掌就化解了我的攻击 而且还打败了我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本来是不想上死手的 但是你的话太难听了 所以你要为你的话付出代价 你到底是人是鬼 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 这不可能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杀了我 你还差个几百年呢 秦始皇陛下 这就是我送你的大礼 不知道你可喜欢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巨子大人的墨眉 怎么断了 巨子肯定是出事了 我们还得赶紧回根据地 通报这件事吧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了 统领出大事了 如果我要是 没有猜错的话 巨子大人 很有可能出事了 这怎么可能 巨子大人 账无不胜 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他怎么可能会败啊 父皇 你找我什么事情啊 你这个傻孩子 多日不见 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真要是不让你过来的话 你是不是就真的不过来了 那肯定不行啊 您是父皇 您让我过来 我肯定要过来啊 行了 你马上不要多说话了 马上我带你引荐一个人 到时候 你们两个人好好地出一出 我明白了 敢请你让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设合我的婚事啊 是啊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 而且他是神仙 我知道是谁了 应该就是你口中的那个神仙吧 他的名字 好像叫做朱棣 那是当然了 你应该很清楚 他的本事 还是很强的 我还去过后世 还知道后世的事情 都是因为他 这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 放心吧 到时候 你看到他一定会被吸引的 到时候 一定要勾搭住他 我说父皇 哪有这样 把自己的女儿 给丢出去的 你这样搞的话 是不是没把我当女儿啊 我可是告诉你了 那就是万一 我要是看不上眼的话 你非再大的功夫也没用 因为本公主喜欢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行了 等你见一见就知道了 啊 好一个俊俏的少年郎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既然能够先人下凡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他的实力 所以 神仙就是神仙 其实我们这些人 能够比得了的 如果你要是成为他的女人的话 没想到这个世上还有如此优秀的男人 如此俊俏的男人 感觉还可以吧 这个神仙还不错吧 这何止是不错啊 这是非常的不错啊 我喜欢这一口 好帅啊 真的好帅啊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帅的男子 好帅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真可是听说了 你要送着一个礼物 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我的确送你一个不错的礼物 这个礼物正是墨家的句子 而且不止如此 这个墨家的句子 他的真实身份 我想你恐怕也没有想到 那么你倒是说说 这个人的身份是谁 你马上就知道了 这位姑娘是谁呀 该不会是你的女人吧 笑死我了 你这个臭小子 会不会说话 你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 他哪里像真的女人了 阿扯 那么你倒是说说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又是什么来历 他是真的女儿 叫做盈盈吗 不会吧 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这些事情 该不会是想让他取配给我吧 真的是讨厌了 谁要嫁给你了 别臭美了 那你可以考虑考虑吗 毕竟正的女儿也不差 如果要是在你的身边 哪怕做个小妾也可以 哼 我说父皇 你用不着这样吧 你这样的话 让我该怎么办呀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就这样 直接撒手送人了 你别说话 别吭声 这都是什么事儿呀 行了 这件事也是急不来的 既然如此的话 就先放一放吧 眼下先处理墨家巨子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他 燕蛋 真的没有想到 墨家的巨子竟然会是他 这是我方万 没有想到的 当年他不是死了吗 死在了那个卫庄的手中 这只是他的计划而已 因为只有他这个身份死了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 这个礼物对于你来说 算不算贵重 当然可以了 这一次可多谢你了 要不然的话 我永远也不知道 这个墨家巨子 会是他 曾经一起当过侄子 后来荆轲刺秦的主谋 来人 将这个燕丹 关入天牢 没有朕的命令 谁也不许放得出来 是 陛下 行了 朕的这个女儿 还是很漂亮的 你们好好地接触接触 如果能够在一起的话 就在一起吧 再说了 咱只是牵个红线而已 臭小子 朕对你可是很信任的 你可不要让朕失望了 一定要将朕的女儿追到手 哈哈哈哈 你们慢慢聊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要是这样看着我的话 我倒是挺紧张的 你这个流氓 你在看什么呢 瞧你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会是流氓的 我可是正人君子 而且在这整个大秦 我就是神仙 要是将始皇的女儿 给娶了的话 这光是想一想 还是一件不错的选择 你就吹吧 我倒是觉得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 你肯定是糊弄我老爹的 看你的样子 你是不相信 我有什么仙术 我当然不相信了 你除非带我飞一圈看看 如果真的做到这一步 我以身相许又如何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我有多么的厉害 你这个流氓 你要做什么 你要对我做什么 可可 你不是想飞吗 我现在就带你飞呀 我要是不抓住你的手的话 我们如何能飞呢 可是我怎么感觉 你这是在占我的便宜呀 你很有可能 就是在占我的便宜 哼 我看你了